2017年 科技股的表现全球最亮眼 消费者的信心大增 他们的销售以及盈利增长都高于预期 2018年 哪一个领域会领涨 新加坡股市一年里升高了将近20%之后 新一年会有怎么样的表现 对许多股市投资者来说 2017年应该是丰收的一年 经济展望改善 预期企业盈利会增加 把全球股市推高 其实 主要股指升高 另外一个原因是科技股有非常好的表现 比如香港恒生指数一年里涨了将近四成 其中一个原因是 它的成分股 腾讯控股 股价起了超过一倍 这几年 新科技很快崛起 而且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这也带动这些科技公司的股价 全球十大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也就是股价乘以发出股本 从几年前的由石油和金融公司主导 现在变成以科技股为主 这个牌子的手机占据了手机市场的半边天 移动通讯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 一些手机应用也是 网上搜索 它早已经是代名词 从网上书店开始 它现在是巨型的网上商场 同样的 全球有20亿人通过这个社交媒体 了解朋友的动态和获取资讯 建制商务和这些科技业迅速增长的公司 推出新科技及新服务的时候 不但能为消费者带来更大的便利 和更大的 更多的选择 而且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也是 也会更大 而在中国 它们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些科技公司 也是现在全球最值钱的上市公司 这个科技股以及电子商务股 在这些市场都占有了非常大的群重 而这两个板块在2017年的表现 非常的火红 而就经济股就是Oeconomy stocks 比如说银行 还有一些工业股 地产股 自从经济危机 就受到政府的新条例和新的监管措施 所影响 截至去年底 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大上市公司当中 七成是科技公司 同时占据前六名 而在2014年 全球市值十大上市公司当中 只有三家是科技公司 这三家公司目前仍然在排行榜中 而科技公司占据的席位增加 显示这几年 科技的迅速崛起 还有他们如何渗透日常生活中 他们的销售以及盈利增长都高于预期 而最根究底就是因为消费者的信心大增 这提高了他们对科技产品的购买欲 由于投资者越发意识到环球数据化的带来的增长的机遇 因此自然而然 他们的这些公司的市值年年就会高涨 这些市值最高的公司 他们的总市值在过去一年里也明显增加 比如苹果自2012年就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去年的市值达到8600亿美元 全年增加超过40% 2017年这个苹果手机发布新的产品 之前市场对这些新产品的期望相当的高 这就推动了苹果手机公司的股票 另外阿里巴巴第一次进入全球市值十大企业 市场关注未来它是否会超越亚马逊 至于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腾讯 也在2017年11月成为第一支市值超越5000亿美元的亚洲上市公司 新经济股就是New Economy Stocks的崛起 包括了阿里巴巴和腾讯 主要是体现增长非常迅速的那些新兴市场 比如中国的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庞大需求 中国是他们的经济是增长很厉害的 消费者也是蛮多的 消费者的这个consumption power 每年都是有高涨的话 这些咨询科技和这些公司 可以捕捉他们这些机会 长期的这个观点来看 中国的经济和他们的行业 是恶意会比较重要 在出现时的平台上是真的 真的是会有比较重要 科技股的崛起已经是一个事实 分析师认为 2018年投资者依然会追捧这些股 但是不能够忘记他所带的风险 天使世代的人特别的注重洁净能源 可持续发展以及影响力投资等主题 所以我们认为呢 社会的行业就包括了社交媒体公司 还有网上营兽商以及一些科技公司 我们认为呢 鉴于拥有长期的增长机会 科技产业的价格 通常进入了它的高增长率 然而如果他们无法实现高增长率的话 他们的价格将迅速发生变化 以至于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害 随着市值的增加 以及在股市比重的提升 科技股的表现必然会受到投资者的关注 苹果不止连续六年 是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去年11月 它的市值一度超过9000亿美元 是目前为止 唯一突破这个水平的上市公司 很快的市场就讨论 苹果会不会是第一支市值突破 1万亿美元的股票 苹果的市值有没有可能冲破 1万亿美元 要看股市的势头 也要看苹果本身的业绩 广告后将探讨股市今年的展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